救護車緊急到場再送一名八個月大的女嬰 送一搶救後仍宣告不治 家長無法置信 把孩子送到脫嬰中心 卻再也無法接她回家 西北市板橋一家脫嬰中心 發生女嬰窒息意外 十二號下午一點 女嬰還正常活動 兩點老師安撫她午睡 持續用棉被蓋頭 三點時老師看了看女嬰 把她的棉被掀開 呈趴睡姿勢 直到下午五點再次上前 才看到她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立刻急救打一一九 但一切已經來不及 老師的一時疏忽或者是怎麼樣 那就是看後面 因為我並不是當事人 所以我們沒有這樣子教育 社會局介入調查 發現脫嬰中心 還有師生比不服情形 依規定必須一比五 也就是一般十五名小朋友 至少要有三名脫嬰人員 但當天現場只有兩名老師 受到疫情影響 不少學校停課 其中一名員工 為了回家照顧自己的小孩 臨時請假 業者一時調派不到合格托嬰員 才會人手不足 社會局命令限期改善 翻過來的時候發現孩子已經窒息 立刻進行急救並交易就送醫 那因為這整個時間的過程 中心跟托嬰人員 確實有照顧不當的情形 因為時間延誤了這個救育的部分 和趴睡跟蓋棉被的部分 針對師生比不服 以及照顧不當部分 社會局依違反而受福利法 針對托嬰中心和托育人員 各開罰最高24萬罰還 家長則提告過失致死 原本想得孩子再大一點 一起拍親子照 如今這個願望永遠無法實現